官巴演唱会动员500万人!想开官巴行政区! 官巴演唱会动员100人!人气惊人!图官网!2018年4月12日! 杰尼斯人气团体官巴自冬季五大巨蛋学会演唱会《官巴娱乐中》后,仅隔了短短半年时间,便举行下季五大巨蛋学会演唱会《官巴娱乐中》。 果酱,而官巴至今在巨蛋举行的演唱会也超过了100场,连成员大仓忠义也忍不住惊呼,大概动员500万人次。 都可以建立《官巴行政区》,聊言。 收录下季五大巨蛋巡演《官巴娱乐中》。 果酱最终场演出的影像作品,于日本发行首周空降Rycon公信榜DVD级录,每当周排行榜冠军,再度刷新自我记录,销量也比上一张作品成长不少。 他们演唱会台压板金,12日在台发行,成员警户量也将于月底访台宣传芯片,门票今晚7点在博客来售票网开卖。